在古代皇宫中,有一个神秘而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,被称为暴房,31岁的明武宗就在这里神秘死亡,这地方究竟隐藏了怎样的恐怖秘密,让皇宫内的女子闻之色变,暴房究竟是权谋阴谋的温床,还是某种古老禁忌的象征,大家好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,能进入暴房服侍皇上是你们的荣幸,多少人高兴还来不及呢? 大太监刘锦面对着面前几个哭作一团的女子,没好气的说道,可是这几名女子却吓得如筛糠不停的求刘锦能够放他们一马,刘锦只是转过身淡淡的说了一句,全部带走,随后刘锦快马加鞭的来到明武总诸侯照房间门外跪下磕头喊道,皇上,事情已经办妥了,里面传来了诸侯照懒散的声音,退下吧,这个所谓的暴房究竟是什么地方? 为何这些女子会如此的恐惧这个地方? 作为明朝的第十位皇帝,诸侯照从小就表现出一股桀骜不驯的处事风格,虽然经常醉心于玩乐当中,但是诸侯照却非常聪明,学习方面也没有落下,就像是父母经常提起的别人家的孩子一样,因为当时大明的时局是比较稳定的。 所以诸侯照从小一点苦也没吃上,加上非常聪明,独得皇上的宠爱,早早的就被立为太子,可也正是因为诸侯照从小便桀骜不屑,让身边的宫女太监非常头疼,就连太子的老师谢迁也经常被弃得无可奈何,打又打不得,骂又骂不得,经常性的私自逃出宫去外面玩耍。 每次谢迁将这些事情反映给皇上的时候,皇上也只是笑笑没有多说什么,然而这种日子并没有过多久,皇上就生了重病,即将撒手人寰,皇上将十四岁的诸侯照叫到身边,虚弱的握着他的手说,侯照,以前你是太子,可以随你顽劣,可是朕即将不久一人世,你也将继承皇位,以后一定要改掉这顽劣的性子,为大明的江山考虑啊。 随着诸侯照的痛哭,皇上缓缓地闭上了眼睛,这一年十四岁的诸侯照登上了皇位,他牢记父亲的话,刚开始确实是勤勤恳恳地处理政务,可是随着时间久了,诸侯照渐渐地对这一切感到无聊和厌烦,他有一颗自由的心,讨厌给居树,可是作为这大明的皇帝,整个国家都是他的居树,这时诸侯照身边的八虎开始蠢蠢欲动了, 所谓八虎就是从小服侍诸侯照的八个太监,太监这个角色,历来就不是一个什么正面角色,生理上的残缺使得这些人的思想往往更加极端和变态。 这八虎也是如此,他们从一开始就有野心想要架攻皇上的权力独揽朝政,这样的是在历史上数不胜数,从清朝的赵高到汉朝的石长室各个如此,而且这些人在独揽朝政后往往都是心狠手辣之徒,搞得朝廷乌烟瘴气,老百姓也民不聊生,而这八虎所使用的手段也是非常的简单,就是利用美色来让诸侯照无心参与政势, 诸侯照即位后,八虎跟皇上的联系更加的密切,毕竟这个大腿是一定要抱的,他们开始在背后教唆皇上沉溺女色,更是网罗这天下的所有美女尽献给后宫供皇上享乐,每日沉溺女色的诸侯照自然没功夫处理正事。 于是将八虎之手刘锦封为既要大臣,主要任务是协助皇上处理政务,这几乎就相当于把权力都交给了刘锦,在刘锦的提拔下, 八虎中剩下的七虎也在朝廷中任职重要单位,每次有什么基要的政务需要皇上亲自处理,刘锦就会挑诸侯照玩的正在信头上的时候禀报,诸侯照就会不耐烦的说,行了,你自己看着处理吧。 可是后宫家里三千已经逐渐无法满足诸侯照的欲望,渐渐的他认为这些女子都是些雍之俗粉,让他感到深深的厌恶。 于是大太监刘锦为了讨好诸侯照,特意按照诸侯照的想法建立了报房,所谓报房就是一个为诸侯照专门设计的游乐场和寝宫的合体,在报房中他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拘束,报房中饲养了各种奇珍异兽,这也满足了诸侯照除了女色之外的另一个爱好,暴力。 在报房中除了奇珍异兽外,还有诸侯照最喜欢的豹子,诸侯照经常亲自喂养这些豹子,兴致起来的时候还会命令身边的侍卫下场和豹子老虎等猛兽摔跤,这些侍卫哪里是豹子老虎等猛兽的对手,经常被咬得遍体鳞伤,而诸侯照则坐在台上高兴的笑着拍手,仿佛在看一出喜剧一样,除了猛兽之外, 报房还是网罗了各式各样的女子,她们不像后宫女子那样出自名门贵族,大多都是一些民间的少女,寡妇,外国美女,甚至还有孕妇,这都是为了满足诸侯照的怪癖,不仅如此,长期的荒严生活已经彻底改变了她的性格,她变得性格极其古怪,经常无缘无故的对这些女子使用暴虐的手段,这还只是初期,到后期诸侯照请了一个色慕人来报房, 此人精通房中之术,这刚好和诸侯照一拍即合,在色慕人的指导下,诸侯照将那些女人折磨得苦不堪言,然而诸侯照的癖好却变得越来越古怪,不仅如此,诸侯照还对有夫之妇情有独钟,经常派人去寻找有夫之妇带入暴房中供自己享用,那些民间的女子对暴房也是早有耳闻,都吓得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被选上, 毕竟诸侯照不在乎美丑,在乎的只是满足自己奇怪的癖好而已,就在诸侯照沉溺于女色之中时,大太监刘锦的夺权计划也正是准备展开了,可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,原来诸侯照早就察觉了刘锦等人的心思,一直也在防着他们, 当刘锦带人冲进暴房中准备行刺诸侯照时,被一旁早就准备好的禁卫军捉拿,大太监刘锦怎么也没想到,诸侯照在沉溺女色的同时也依旧在观察着朝廷的一举一动,随后刘锦被判处凌迟处死,而刘锦的同党也纷纷遭受酷刑而死,处死刘锦后没多久,宁王叛乱的消息传到了诸侯照的耳中, 渴望暴力的诸侯照亲自带人去评判,结果走到一半,传来新的消息,叛乱已经被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人镇压了,宁王被活捉,这让诸侯照非常生气,认为自己都欲假亲征了,结果叛乱这么快就平息了,不行,必须得再捉一次宁王,于是到达目的地后命令王守人将宁王放了,然后自己又捉了一次,这才心满意足,宁王的乱也平了, 诸侯照待了几日就准备启程回京了,可是就是在回京的路上出了事故,诸侯照在船上欣赏美景时,不慎跌落水中,本来身体就被女色掏空了,再加上这么一惊吓,河水枪入了肺中,导致肺部感染,回京后的诸侯照就在暴房中一并不起,经常渴出血,没过多久就在暴房中驾崩了,公元1491年,明孝宗朱又棠与孝康张皇后迎来了唯一的活动, 皇在诸侯照,作为宫中独苗,诸侯照子诞生之日起,便被倾注所有的宠爱与厚望,还布满周岁,墙宝中的幼童已经被尊为储君,册封太子,无忧无虑的童年在宫廷的呵护下慢慢展开,在严苛而又庄重的皇家礼仪教导下, 诸侯照渐渐展现出过人的天赋资质,勤奋好学的秉性加上聪颖过人的悟性,让他成为宫中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,皇帝与后妃对此欣慰万分,朝中大臣亦对这位太子赞不绝口,宣宗之风在现,盛世之君已现雏形,举朝上下无不为之振奋,平静的湖面下暗藏着危险的漩涡, 幽渥的生活环境,无微不至的宠爱,正悄然滋养着诸侯照心中傲慢的种子,无知无畏的少年尚不明白,命运之神手中的天庭正慢慢向另一段倾斜,1505年,朱又堂驾崩,悲痛欲绝的诸侯照在百官的劝记下登基为帝, 使为明武宗,继位之初,年轻的皇帝似乎还记得先帝临终的嘱托,勤勉刻苦,废弃忘食,几个时辰提早上朝,新鲜感过后,无去乏味的政务再也拴不住他蠢蠢欲动的心,当一个人拥有了绝对的权利,便只想寻找最快活的方式去使用他,伟高权重的诸侯照很快便将正式丢给身边的太监,自己则日夜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, 他梦寐以求的不是江山永固,而是逍遥快活,宫中后院渐渐充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美女,无论出身身份,都被强行送入宫中,成为皇帝尽情玩乐的玩偶,不仅如此,诸侯照还经常召集太监宫女入宫搭建世纪,自己扮作富贵公子,和他们挽起过家家,一致千金,一时间后宫上下,尽是奢靡气息,为维持奢侈糜烂的生活。 诸侯照开始变本加厉的搜刮民之民膏,横征暴敛,引起民怨四起,皇权滥用的恶果,终将反噬到自己身上,正德年间,明武宗最钟爱的,莫过于修建在太叶池西南岸的暴房。 这座耗资巨大的建筑群,不仅是他逃避政务,纵情声色的温床,也是他沉迷收藏珍奇异兽的去处。 暴房之内,奇珍异兽无所不有,老虎、狮子、豹子等凶猛之兽被圈养其中,成为明武宗炫耀的资本。 他常常在这里举办奢靡无度的私人宴会,将妃嫔宫女作为陪衬,为所欲为,有时兴之所至。 竟让工人与猛兽直接接触,生死全凭兽性,随着时间推移,沉眠严恶的明武宗愈发失控,为满足变态嗜好,他下令在民间搜罗美女,强行冲入暴房,任其凌辱,暴房俨然成了皇帝一个人的禁篮,外人闻之色变,妃嫔, 宫女无不站立,玩物丧志,醉生梦死,一步步滑向深渊的明武宗早已忘记初心,将江山社稷抛住脑后,交涉淫逸,荒于稀有,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皇帝的身份,欲望的泥潭将他越陷越深,再难回头,生活的惯性把诸侯赵推上了不归路,沉溺酒色的他内心其实并未彻底麻木,血性尚存的他偶尔也会奋发图强一把,譬如正德十二年, 面对来犯的蒙古小王子,他选择亲自披挂上阵,血战疆场,出人意料的是,九居深宫的明武宗居然一战成名,亲自率军取得了应州大捷,为明朝边境换来一个安宁,也让自己名声大噪,英勇善战的将才若只是昙花一现,烧纵即逝,无法重现, 胜利的荣光也挽救不了日渐沉沦的黄泉,归来后的诸侯赵再次一头扎进了荒淫无度的生活中,就连应州之战也渐渐成了酒后的谭姿,天子脚下,宝房依旧灯红酒绿,每个夜晚他都在这里混沌梦缠,正所谓穷奢即欲一即早,诸侯赵在大的经历也架不住肆意挥霍, 暴房不仅是他声色全马的乐园,更成为蚕食健康的毒瘤,日夜颠倒,纵于无度的结果就是极具衰老的身体,让昔日翩翩少年早已面目全非,晚年的诸侯赵,仍时常与暴房里的猛兽较量,以正自己尚存的雄风,他不知死活的行为给身心都带来了巨大负担,渐渐的,鹦鹉不在,病痛缠身,暴力之气却越来越重,最终,风华正茂的 明武宗在暴房中愈悦而终,年仅三十一岁,没有合法继承人的明武宗,留给朝野的只有权臣之争,当远在藩王的诸侯总入主紫禁城时,暴房这一株厚照毕生的挚爱也随之拆除,曾让他神魂颠倒的真寿也不知取向,一切似乎都成空,只剩下历史书一笔带过的评语荒于稀有,是虐慎,天可汗,仍难自胜,全欲熏心的结果只能是万劫不够。 出身并不能决定命运,品行却能,无论何等尊贵,都需谨小慎微,尽己所能,造福百姓方式正当,诸后赵的一生,是祖宗基业败于一旦的缩影,也是后人避免重蹈覆辙的见解,但愿无被明此道理,勤政爱民,开创出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